好,这个疫情呢,冲击传统市场的买气 7月6号开始在美周三,经济部推出了传统市集 半价同板购,民众只要到花莲的重庆 中华复兴市场兑换50元的购物券 就能够买到百元以上的商品 首日各市场就涌现人潮 买气热络,商品不到两个小时就抢购一空 六日一早,市场大牌成龙 婆婆妈妈把握机会抢便宜 原来是花莲市公所配合经济部中部办公室 举办传统市集半价同板购活动 只要兑换50元购物券,就能买到百元以上商品 花莲重庆、中华和复兴市场共同响应 合计100多个摊商提供超过千份的优惠商品 今天感觉就是说我要骑机车来 要找停车位都很困难了 我不知道我去到最后买菜 那一袋那么便宜才多少钱 所以走一走一看到也真的有 真的要有券不能现金 将50元铜板给工作人员持兑换券到指定摊位领取商品 有些摊商还会加送葱姜 对于可以提振疫情影响的地密买气 多数摊商乐见其成 节日没有差啦 平常的话差很多 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潮 你觉得是不是 也是有一点点回升啦 有一点回升啦 有回升啦 大概回升大概五分之一咯 心情怎么样 心情很愉快 虽然没贪钱 不过我感觉这个促销 促销家会办得非常好 因为大家出去买气嘛 对不对 来给我们消费消费嘛 给我们一个摊商的机会 不要说疫情就不敢出来 其实没法公布啦 保持距离 做好卫生 卫生防护就好了啊 对不对 过去这两年来 真的疫情让摊商跟所有的老板老板娘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也希望在这一波 每个礼拜三的促销活动 都能够让这些大幅成长 那再次也要谢谢我们 进步给我们一个很大力的一个支持 那在我们重新市场的部分 总共总计了40坛 那其实中华还有其他市场 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 如果说这个活动是能够带动市场的一个消费 我们也不排除未来在 804公所的部分 市场所编定相关的预算 来让这样的促销活动 可能在每一季 或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等于消费做 比较弱的一个情况之下来推进 活动首日买气热络 架购商品不到两小时就被厂购一空 为嘉宸提醒 7月13、20及27日还有半价同版购 上午8点到市场消费就能加架购 数量有限卖完为止 欢迎华联商心把握机会场便宜 借着长帮眼环女士报道